那么日元这一次不但突破150 而且突破占上151 这其实在之前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得到 这是150会突破 然后往160甚至于170推进 原因不是日本 不完全是日本 首先日元现在有两个因素 让它会就是 一个因素让它走强 一个因素让它走扁 让它走扁现在是主要的 真正的关键是美元 是美元指数强 所以非美货币 欧元 日元 英镑 甚至于台币 人民币 韩币全部会对美元走扁 是这样来的 我们先看美日利差 你看美日利差最近有一波下跌 然后可是你看美元对日元的部分 突破150 那就是说两个因素 美国的经济强劲 这是最主要的 第一个第三季 刚刚结束的第三季出来的数字是 GDP成长率4.9% 这个超过上一季很多 这个是很吓人的 因为美国这种大型经济体 如果有2.5%就是非常好的 对 结果4.9% 对 然后这个4.9% 我发现它分配的很平均 像个人消费的部分是4% 上面最左边这一排 对 4%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服务类商品类都有支撑 然后来投资的部分 你看住宅的部分3.9% 住宅市场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还在走强 那真的是很伤老心 强到无法无天 然后最后 它升息升成这样 然后经济都没有被打下来 对 然后你看最严重的是 最下面那个政府支出 对 4.6%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经济的强 有人开始说 这个可能没办法在第四季持续 但是美国经济走强 毫无疑问 推升对美元的信心 美元指数走高 这个非常正常 非常自然 于是日元当然要扁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扁 不是日本做错了什么事 不是 是因为美元强 因为美国太强了 对 所以日元的扁值 叫做被动扁值 就是就算日本什么事都没做 光是美国走强 日元就会扁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PCE最近居然跌破3%到2.9% 然后核心的部分 去除食物跟能源的数据 降到2.4% 这是通膨以来前所未见的低 那么可能真的不用升息了 所以每日利差的部分拉回 但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强劲 让美元指数走高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本 你刚刚提到的 日本现在换宽 10年起供在殖利率的波动区间 到1% 这个部分有让贬值缓和下来 但是如果在去年10月的情况下 从0.25%变成0.5%的时候 日元是强升 对 所以估计这一次 大家还没会议过来 因为美国经济数据太强 大家都看傻眼 所以如果接下来 大家领会过来的话 这个日元的话 应该还会有拉回 回测一下150 是 所以就可能会升一下 不会像现在继续扁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日元 日本央长有动作 所以要看哪个力量强一点 那油价呢 油价是这样 完全看中东地缘战 地缘政治冲突 是扩大 是不是会拖一阵子 关键在于伊朗卷入的程度 现在伊朗是用间接的方式 他运送武器弹药 给他的小弟们 就是伊朗真主党 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 还有哈马斯这些 然后叙利亚 伊朗自己把正规军脱下军服 改装成志愿军 变成化装成 极端暴力组织 去打 如果将来伊朗正规军下来的话 以色列不客气 会直接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 这个才是重点 以色列想利用这个冲突 干脆把伊朗的核子设施 让它移平 那如果伊朗被攻击的话 很可能封锁荷姆兹海峡 这样子的话 油价就会受到影响 整个荷姆兹海峡封锁的话 油价肯定是冲高 所以现在完全要看的 就是完全看中东战争 把伊朗卷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的卷进来的话 不要说120、150、200 这个都会失控 无法估计 到时候闹到什么程度的话 无法估计 整个荷姆兹海峡封锁的话 对油价的供给 绝对是一个打击 所以我们看到油价的部分 就是纯粹看伊朗 现在在整个战事当中 扮演到的角色 怎么被卷入的一个 深入的程度了 让我们持续来看看 油价跟日元、美元、纵和、连贯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